那如果说大姐的生意做得比较好 而且她又比较能说会道 然后也还帮您出出主意 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大姐管理呢 为什么要各个各的这样子 我曾经想交回她 但是呢 我签了09年以前 还签了两家银行的贷款 如果是我全部交给她呢 我要拿钱还银行 她不会相信 这个次数多 她更加不相信 所以你们生活当中 还是因为不信任造成了 所以因为不信任 就编造一个谎言来掩盖它 结果谎言越来越多 不信任也越来越多 有这个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各位老师的看法 感觉这个刘女士啊 就是根棍子 就又直又硬 你直呢 是我们之前就感觉到了 然后刚才聊这一圈天的时候 我们发现你其实还特别硬 这是我的感觉 就是 你笑着的时候 你去 有的时候 我们专家老师问你说笑的时候 我们觉得你应该是很柔软的 而且我相信你之前 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 甚至决定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都是很柔软的 但是现在呢 我更多的感觉到 是你特别硬的那一部分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说 那时候跟我商量的时候 哪怕法院把他抓走 我也不一定就同意那个房子卖还是不卖 这是你特别硬的东西 但是你这么承认你又很直 但是要命就在什么呢 你偏偏找了这么一个爷们 潘先生啊 你有一点其实挺拱火的 我不知道你明明不明卖 北方人话拱火是什么意思 就是越跟你说吧 越上火越挫火 越生气 为什么呢 你看你漫漫悠悠的 然后 哎好 这个事情 我错了 但是下回呢 我还继续办 每次转钱 没跟他商量 是我错了 但是下次我继续转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跟你商量 也商量不出结果来 所以我就继续这么办 但是反过来的话 你是不是真正考虑过说 我有什么办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除了你说的好聚好散以外 在你们聚在一起 不散的情况下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跟他商量没有结果 解决跟他没法正常 按你的想法去对话的这个问题 我感觉 但我感觉没有 刚才您说了一个细节 证明您其实是性格特别好 非常讲道理的一个人 就是说两个人在吵起来的时候 家里面客厅 看电视 说以后怎么办呀 是离了还是在一起啊 您说那就顺其自然吧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 仿佛您是非常讲道理的一个人 但是您知道 一个17年无名无分 跟您过了17年的这样一个女人 当您告诉她说顺其自然的时候 对她是多大伤害吗 这个顺其自然在她听起来的话 不叫讲道理 就叫其实我对你无所谓 你愿意跟我过过 不愿意跟我过别过 你在我这根本不重要 你能明白吗 这句话放在她身上听起来 就不是讲道理了 这在她的性格她就要骂人了 所以这话是非常非常伤人的 这点你能体会到吗 两个人上来 其实我们看 似乎一开始的诉求 是都是一样的 刘女士上来诉求是要分手 潘先生上来的诉求也是要分手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说实际上 我们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想来干什么 我觉得刘女士上来呢 需要一个说法 我们说女人 传统的女人 说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现在呢 是AA制 所谓的AA制 那就是说 刘女士真正实现了新中国妇女的那种要求 自力更生 撑起了半边天 我如果没有撑起半边天 哪来AA制啊 您 作为丈夫来说 是不是真正的撑起了这个家 我终于呢 刚才小峰在问你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你始终没有正面的回答 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说你既然怕跟他说的时候 他不同意 那为什么你做的时候你不怕这个问题呢 你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从法律上来说 你们到现在没有领结婚证 对吧 那么你给他买房 从法律上来说 这个房子你就赠予给他了 是啊 对吧 我是赠予给 不是你现在 那你当初你把这房子卖了 那你是卖他的房啊 你虽然可以说 这个债权人逼着您还债 那您自己想办法 您为什么连 那是他的房 你连商量不商量 你把他房子给他卖了呢 这个房该怎么处理 那是他说了算 您有权利吗 所以说我觉得 今天到这儿来 刘女士所谈到的 说我今天就想跟他分开 我感觉 你未必 心里就一定是这么想 而您 我觉得 到今天 您可能是真想分 我感谢您的 我感谢您的